经过三个月式跑和一个月服务 我国第一辆电动观光巴士 今天正式举行推介仪式 象征霹雳州太平旅游业 正式开启推动低碳环保旅游的新篇章 为了协助我国达至零碳牌环境友好目标 日本政府不排除 再额外赠送多一辆电动巴士 给太平市议会 好让更多与旅客有不同的旅游体验 三个月的式跑期加上一个月的服务 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赠送 全马第一辆电动观光巴士 今天在太平动物园研讨室举行推介里 太平市议会希望电动观光巴士 除了可以成为太平新的旅游卖点 也推动低碳旅游 鼓励民众响应环保 这辆电动观光巴士行驶的路程 全长11.5公里 巴士会在三个主要的旅游景点停住 包括太平湖 太平百年大钟楼和市政府画廊 每一站会停留大约10分钟 太平市议会主席凯鲁阿米尔指出 巴士在试跑阶段获得不足反应 民众目前只能暂时现场购票 乘搭电动观光巴士游览太平 阿米尔指出了 阿米尔指出了 所以我们将会担任由 从时间到时间到时间 甚至有使用 或是网络游户 或网络游户 会帮助 但在这段时间 我们仍然更加压力 网络游户 因为我们很乖 网络游户 他们会变得更加压力 所以会令到 来来 公众 不得不够 但在这段时间 我们将会继续 我们会继续 有鉴于电动观光巴士 每次行驶一趟 需要进行 一到两个小时的充电 因此一天 最多只能行驶三趟 不过好消息是 日本政府不排除 将赠送多一辆 电动观光巴士 给太平市议会 响应环保之余 也让更多民众 可以体验 搭乘零碳排巴士 其实我已经有这种请问 由于台湾区的 台湾区 所以我们继续 谈谈谈谈谈谈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 好的提案 或者好的提案 或者好的想法 有可能性 我们能够 提供 新的EV 或其他类型 产生的 这些东西会影响了准硬化 或者社会友谊的东西 花一个小时半左右 是非常舒适 没有噪音 而且跟一般的巴士不太一样 它没有那个噪音跟那个 废气油的味道 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趋势 就是简单的活动 跟提倡我们的未来的电动汽车 电动机动车等等的这种趋势 电动观光巴士 目前每天行驶的三个时段 分别是早上9点 11点30分和下午3点 巴士有22个座位 其中两个座位 特别为伸仗者而设 如果每个时段都坐满人 一天预计可搭载约60人 太平市议会将从明天开始 开放让民众购票 民众可享有优惠折扣 直到今年12月 小时的守称 请开放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